再来关心是乌克兰东部的战线 俄罗斯呢现在是不断的在推进 他们从开战之初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拿下包括盾内刺客在内的整个盾巴斯地区 现在是不是有机会如愿以偿呢 因为最新的一个讯息是呢 他们现在已经解放了诺河罗迪夫卡这座城市 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很关键的交通要道 因为他距离呢这个后勤补给的波克罗夫斯克非常近 只有20多公里 所以这里的人口呢有14000人现在都几乎呢 很快可能面临到俄军的压力 这里是很重要的我们刚提到呢交通的一个十字路口 那过去这一个星期其实俄军在乌冬已经夺下了六个村庄 现在看起来又再下一城 当然是给乌克兰蛮大的压力 因为假如能够守住呢顿巴斯战场的话 对乌克兰来讲非常重要 是能够打好反攻的基础 能够站稳脚步 不至于呢乱了阵脚 不过假如失守的话 对防线来讲呢很明显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更可能会让整个顿巴斯地区的局势呢陷入混乱 那当然俄罗斯现在锁定的地点 好像不单单只是在乌克兰的东部 他们甚至呢好像连旁边的其他国家呢都有一些动作了 像最近呢这个白俄罗斯呢 他们之前就有一架军用的无人机 就是从这个白俄罗斯的地的边界飞进去 飞到了这个拉脱维亚 他们侦测到这架的无人机呢 疑似就是来自俄罗斯的军用的军用无人机 那除了这个拉脱维亚之外呢 再来是这个罗马尼亚跟波兰 过去一阵子都曾经有侦测到攻击无人机 进入他们的空域 包括拉脱维亚罗马尼亚跟波兰这三个国家 其实都是隶属在北约组织 都是北约的成员国 引发一些联想 这是不是俄罗斯好像现在呢 对北约的成员国都很不客气 都有一些挑衅的动作呢 另外这个冲突也被联想到是不是在挑衅呢 这个是以色列 最近呢他们有三名的平民百姓呢 遭到一名枪手的枪杀 这名枪手他当时是开车 从约旦进入以色列境内 一度被联想 这跟尾巴冲突有没有关系呢 不过约旦当局做了很深入的调查之后呢 初步研判 这跟战争应该没有任何的关系 会这么激动 就是因为刚刚他目击整个枪击经过 以色列当地时间八号周日 一名枪手从约旦开车 跨过约旦河大桥 进到以色列掌控区后 开枪射杀 造成三名以色列平民死亡 枪手被以军当场击毙 以色列立即宣布 这是一起恐攻事件 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 但就怕恐攻再度发生 以色列关闭三个 和约旦连接的过境点 但在约旦却是有数万人 上街游行 声援遭枪杀的自己人 不止以约两国关系越发紧张 以色列七号袭击黎巴嫩南部 黎巴嫩八号清晨 用五十多枚火箭弹强力回击 目前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停火协议 因为双方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在线僵局 尽管美国卡达埃及不断居中斡旋 双方分歧越来越小 但哈马斯突然要求 以色列释放更多被囚禁的 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来做交换 让原本有望达成的停火协议 再度卡关 听不便新闻 早报 国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会 再过几天就要正式登场了 而辩论会前 我们来看纽约时报 做的一份最新的民调数字 看起来川普跟贺锦丽 两个人是咬得更紧了 而且川普甚至还反超 这份民调的支持度呢 它是有48% 而贺锦丽呢 则是47% 而这对贺锦丽来讲呢 其实可以说是一个警讯 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好像都是贺锦丽 比较占上风 但现在这份民调呢 告诉贺锦丽的讯息就是 他接棒拜登的蜜月期 可能已经结束了 当时声势冲得很高 但时间一拉长 选民还是比较在乎 贺锦丽到底是谁 对他的认识够不够深呢 所以贺锦丽呢 现在需要注意的是 七个重要的摇摆州 他的领先幅度能不能够拉大 或是落后的地区 能不能够取得一些优势 包括像是呢 亚利桑那 内华达 密西根 跟威斯康星州等等 现在的局势呢 大部分两个人都是持平的 如果真的说领先的话 其实幅度也是非常小的 那有28%的这个潜在选民 他们就认为 对贺锦丽其实现在看起来呢 了解仍然是不够的 不像川普呢 毕竟过去是这个全球知名的富豪企业家 而且毕竟也当过美国总统 贺锦丽虽然当了四年的副总统 但是毕竟是副的元首 所以呢大众对他的这个了解中间 好像还是隔着蛮大的一个距离 所以希望能够呢更认识他 那当中也有部分的选民认为呢 除了认识他本人之外 在政策方面 也希望贺锦丽能够做比较清楚的论述 那至于川普呢 最近呢骂人其实还骂的蛮凶的 他先把炮口对准呢 自家美国总统大选的选务人员 他说呢你们要是谁敢作弊的话 选举舞弊的话 那就直接等着去坐牢吧 那在2020年当时 他其实也在选举之前呢 这个大张旗鼓的质疑过投票的程序 那这一次呢 一样又有相似的论调了 甚至他还非常有自信的说 这一次呢宾州 他可以说是势在必得 应该呢可以直接拿下 如果他没有赢的话 那大家可能要怀疑 是不是民主党去作弊了 不然呢 以他现在的声势肯定是没问题的 所以华盛顿邮报分析 川普的这些论调呢 就认为 川普恐怕在释放一个讯息是 他不轻易接受败选 因为他认为现在的局势 对自己来讲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真的败选的话呢 肯定是中间有什么猫腻 他绝对不会轻易的认输 那另外川普也不止骂选务人员 也骂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国家 特别是想跟美国做生意的贸易伙伴 因为像之前呢 包括大陆印度巴西跟俄罗斯 在一场峰会上就在讨论过 要不要在国际贸易中去美元化呢 川普听了这番话很不适滋味 他就强调呢 如果你们谁不使用美元 来跟美国做生意的话 那你们的商品美国要直接磕100%的关税 希望能够尽全力来守护美元 在世界上主要货币的地位 本周三即将跟川普电视辩论 贺锦丽在宾州匹兹堡 闭关练功了四天 短暂放风出来逛香料店 招牌大笑拥抱选民 看来似乎有点闷坏了 辩论火力加上香料会不会新辣点 只是贺锦丽蜜月期已经结束 开始先干后苦 根据纽约时报的最新民调 贺锦丽在全国的支持度 一边要找议题的突破口 贺锦丽一边跟丈夫任德龙散布输押 毕竟这是她第一次跟川普 直求对决 面对言语攻势 得拿出检察官的真本事 贺锦丽还有利多 就是共和党越来越多人跳船 前副总统前妮的女儿跟父亲接连倒戈挺贺锦丽 但是分析认为川普基本盘很稳固 很难撼动 贺锦丽并没有轻敌的本钱 至于这个任期做完就要卸任的拜登呢 这阵子呢 应该说前阵子很多人批评他 就是年纪太大 体力很差 真的不适合再当总统了 最近有一份数据呢 我们看一看发现 他好像确实跟之前的总统比起来 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休息 是纽约邮报呢 引述共和党的这个 全国委员会做的一份数据调查 就发现拜登在过去四年任期呢 他休假的天数有高达532天 占了呢他任期的40% 这个数字跟其他总统相比呢 看起来就非常明显了 因为包括像是川普之前呢 他任内只有因为个人旅行呢 休了大约26%的这个天数跟时间 那在前一任欧巴马休的更少 大概只有11% 包括雷根也是差不多的这个比例 那如果我们要看呢 在这个近代史上休假最少的总统 那应该就是卡特了 他单届其实只休了79天 占比呢大概只有5% 所以拜登这样的休假数字 就被很多人质疑了 美国现在呢有很多的挑战 包括呢通膨的数字经济等等 还有全世界呢有很多的战争 像是这个尾巴冲突 恶物战争等等 所以呢大家都在水深火热当中 总而你作为美国一国之军 你怎么好像还躺在沙滩上面睡觉呢 认为他是有这个失职的嫌疑的 那有约有报就讽刺他说 拜登好像是一个呃这个休假的总司令 永远都不在城里 永远都out of town 其实是蛮讽刺的 那不过白宫呢 其实很努力的在帮拜登辩护 白宫发言人的说法是呢 其实拜登不管人在哪里 他都是在努力工作的 毕竟现在呢在疫情之后 其实是一个这个工作也无远伏借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毕竟呢 你在就算人坐在白宫的 椭圆形办公室里面 要是心没有放在国政上 那也是白搭嘛 不过拜登就是一个这么认真的人 不管他身在何处 他都是想着美国的国家大事的 所以认为这样的批评 对拜登来讲其实有点不公平 毕竟看过去四年 美国的经济成绩单 相信呢美国的人民对拜登 应该都是有信心的 因为其实呢这个经济 并不算是太差单看数字的话 不过美国的普罗大众跟市井小民 真的是这么想的嘛 有另一份调查就显示呢 民众对于拜登所谓的这个政策上的 这个经济其实呢 并没有太直接的感受 反而是很明显的感觉到 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 薪水都被吃掉了 眼看联准会即将降息 也宣告通膨的情况明显缓解 不过美国民众的感受 可是跟通膨数字有很大的差距 对于过去将近四年的拜登经济学 美国民众不是很买账 根据盖洛普的调查 53%的民众认为 共和党掌权经济的表现会比较好 尽管川普一直强调自己在任内经济表现比较亮眼 但是数字会说话 在创造就业机会以及经济成长率 甚至是美股的表现 拜登都比川普就任时期表现亮眼 但拜登任内最高达到19.3%的通货膨胀 却明显导致民众的薪水缩水至少4.4% 尤其联准会为了医治通膨不断升息 也让民众倍感压力 虽然专家分析认为 历届总统喊出大量的经济政策口号 又推出各种相关政策 其实影响真的很有限 美国人有一个经济 即使对国家的经济表现 或是对国家的经济表现 而这些论度是 即使对国家的经济表现 国家的经济表现 即使对国家的经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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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强调总统的经济政策 可能还比不上联准会升息 或是降息的决定 还来得有影响 冲击经济的原因太过复杂 拜登任内除了碰上 后疫情时代的报复性消费 导致供需失衡 还有恶物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 甚至年消费者都为通膨的勤斥 火上加油 除了一种事实际主แล 最主要的出发 被人理晰得 两个问题 第一个原因是 三个问题 對方供应和收购 一般金浴多成为 我们发生的缺点 很多的东西 我们发生的产生 购用大量的东西 那不是较配 而不是年轻人的 生产生 先加一个第二个 领重变 aim 是 在法国上的 冲мер 重症 帐范 货币 产品 營養費 到某程度上 市民自身為負責責責 因為誰要負責責費 是所有人買這些東西 經濟數據 雖然顯示民主黨的政策並不差 但民眾通常還是會 根據自己的感受去投票 民主黨改由副總統賀錦麗出馬 或許能擺脫民眾 對拜登經濟學不滿的情緒 我認為總統賀錦麗出馬 總統賀錦麗出馬 我認為是錯誤的 他拘捕了這個詞語文化 就是要把美國的經濟表現 並不代表他 就算是為了負責責責責 最多的美國人 與現實的經濟責責責責 專家認為兩黨候選人 應該放言未來的政策 不要一直強調過去的經濟政績 其實更有助於贏得選票 體育夜新聞綜合報導 而日本政壇也要有新氣象了 自民黨的總裁 也是未來日本首相的選舉 安保大臣高市早苗 就宣布他要正式參選了 而他的強敵呢 目前呼聲最高的小泉靖次郎 他積極在街頭敗票 而他的妻子呢也特別發出聲明表示 他們家庭不會參與選顧 所以不希望媒體來打擾 日本經濟安保大臣高市早苗 下午正式宣布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 立場上來清台的高市早苗 表態將延續安倍路線 另外目前呼聲最高的小泉靖次郎 在銀座街頭敗票 小泉喊出要射出三件 包括政治改革 規章改革及擴大選擇 前日向菅義偉表態力挺後 也親自站台助選 小泉的妻子是一名日法混血主播 他表明為了小孩不會參與任何選舉事務 希望媒體不要跟拍他們 日前在記者會上提問時諷刺他智商太低 小泉不但沒有生氣還高情商回應 小泉還不忘感謝這位記者的提問 這個臨場反應意外獲得好評 根據日本新聞網最新民調 小泉靜次郎支持度位居首位 石破帽緊追其後 其他參選人民調則都是個為數 TVN新聞綜合報導 委內瑞拉在7月底舉行了總統大選之後 社會就陷入動盪 因為有些人質疑呢連任的總統馬杜洛 他的執政黨所操縱的選舉當中有舞弊的狀況 而現在呢包括法院 甚至以謀反顛覆政權跟發動破壞行動的罪名 來起訴反對黨的總統候選人龔薩蕾斯 而龔薩蕾斯呢是躲到了西班牙的大使館去尋求庇護 而就在禮拜天呢維內瑞拉政府呢對外宣布允許龔薩蕾斯流亡西班牙 而龔薩蕾斯在搭軍機離開之前 透過錄音向支持者喊話 他聲明呢就算他仍在海外 仍然會為國家的民主繼續奮鬥 文內瑞拉總統大選結果的公正性遭到國內外強烈質疑 宣稱勝選連任的總統馬杜洛正積極著手進行消音行動 要剷除所有質疑的聲音 對反對黨總統候選人龔薩蕾斯進行司法迫害 二號龔薩蕾斯遭法院以謀反顛覆政權和發動破壞行動等罪名起訴 法院也發出了逮捕令 郭薩蕾斯被起訴後就前往首都卡拉卡斯的西班牙大使館尋求庇護 周日文內瑞拉副總統羅德里奎茲表示 政府願意讓郭薩蕾斯流亡海外 並同意開闢安全通道讓他離開 美國 歐盟和許多拉丁美洲國家都認定公薩蕾斯贏得選舉 75歲的他是一名退休外交官 原本對政治沒有企圖心 但在反對黨領袖馬查多遭最高法院取消競選資格後 郭薩蕾斯決定批掛上陣 代表反對黨與馬杜洛競爭 周日 郭薩蕾斯搭上西班牙的軍機離開 他透過錄音向支持者喊話 表示將繼續在海外為民主奮鬥 想要告訴您 今天早上到了馬大 我到馬大 我離開在 Caracas 圍繞和反應 不讓我離開 相信在未来我们继续努力 为能够成立的自由 和复制的维俄 在Venezuela 宫萨雷斯的支持者非常失望 痛批这是政治迫害 也对国家的未来感到悲观 这是一个努力 因为这就是更加显示 有一个决定在Venezuela 失望 实际上是 另一场外交僵持战 也在阿根廷大使馆上演 今年3月 6名委内瑞拉反对派人士 躲进阿根廷使馆寻求庇护 上周五 委内瑞拉的安全部队和情报人员 包围了阿根廷使馆 阿国外长发声明警告委内瑞拉 不要绑架寻求庇护的人 之前不少拉丁美洲国家 质疑选举不公 马杜洛因此驱离他们的大事 阿根廷也包括在内 目前阿根廷使馆业务 由巴西代为处理 美国政府要撤销巴西代理的角色 双方争执不下 除了外交冲突 阿根廷总统米雷伊 也与马杜洛隔空对骂 马杜洛上周宣布 要将耶旦节提前到10月庆祝 借此冲淡选举舞弊的争议 这是美国的惯用伎俩 阿根廷总统米雷伊对此批评 马杜洛是罪犯令人愤怒 马杜洛也立刻回呛 委内瑞拉反对党领袖 认为美国应该要对马杜洛政权 祭出更重的制裁 美国已经列出60名委内瑞拉官员和他们家人的制裁名单 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未公布实施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而在美国加州的圣贝纳迪诺国家森林公园 从5号开始就被野火肆虐 燃烧的面积呢 目前累积已经有将近300个台北小巨蛋这么大 当地有5000多名的居民被迫撤离 整个画面几乎烟雾弥漫山头火焰狂烧 美国加州多地遭野火肆虐 宛如世界末日的场景真实上演 洛杉矶东部的圣贝纳迪诺国家森林 火势从周四开始燃烧好几天还是无法控制 焚烧面积超过300个台北小巨蛋 将近5000户家庭强制撤离疏散 这场野火加上连日的热浪 导致当地气温急速飙升 洛杉矶最高温一度飙到44.4度 高温再加上复杂的地形 让灭火行动困难重重 截至当地时间8号早上 火事控制率几乎是百分之零 野火不仅影响空气品质 加州消防局更警告 情势恐怕将更加严峻 加州境内目前共14处野火火场 多地都有停电空污等情况 接下来的闪电雷雨坏天气 恐怕会让野火问题更加难以控制 TVB新闻综合报道 被称为南海30年来最强台风的摩羯 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是先在中国大陆的海南跟广东二次登陆 只够又在越南北部第三度登陆 在这三个地区都带来非常惨重的灾情 一方面是土石流 再加上陆树倒塌 对当地的电力跟通讯系统带来重大打击 像是在越南的部分有超过25人不幸遇难 而海南省也有四个人丧生 墙台摩羯上周六凌晨虽然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 但当天下午它以每小时超过150公里的风速 登陆越南北部时 带来的雨量与破坏仍然相当惊人 不但有停在港口内避风的船只被掀翻 横跨海港的大桥更被吹得剧烈摇晃 看得人胆战心惊 各地住宅的铁皮屋顶则是陆续遭强风吹走 连较内陆的越南首都河内 都有栋大楼的屋顶铁皮被陷落地 强风甚至把住宅从窗户到围墙全都吹垮 大量风雨卷入室内导致屋外下大雨 屋内的电梯却沦为瀑布 整栋房屋如同浸在水里 但这些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摩羯台风侵袭越南期间 最主要的夺命原因竟然是塌 一颗颗的路数不堪强风的吹袭连根拔起 而倒塌的路数压损房屋 也连带造成路旁电线干倒塌 这些从天而降的威胁 对过往车辆与行人带来了致命打击 光是河内市通报的四死十七伤 主要都是被倒下的树木压伤或压死 在超强风雨下机车根本骑不动 就算推车前进也随时可能被风吹倒 总计摩羯台风造成的土石溜与路数倒塌 已经在越南夺走至少25条人命 超过200人受伤 越南北部的电网更因此严重受损 高达300万户惨遭断电 越南环境与资源部评估 摩羯台风已经成为南海过去30年来的最强台风 越南总理呼吁全国民众 机关和企业向灾民伸出援手 而当前最需要处理的就是这些让城市沦为热带丛林的倒塌路数残骸 光是河内就有将近2.5万颗倒地的路数 其中大多数仍然等待清理 民众上路宛如挑战障碍赛 不时得左右来回闪避超级考验技术 越南军方虽然号称动员了50万人来支援救灾重建 但光是把倒塌树木切割移除就耗费大量时间 这也让河内周一上班尖峰时间交通大乱 至于在越南之前遭遇摩羯台风 两次登陆的大陆海南与广东两地 同样出现严重的路数倒塌 以及被强风吹倒的电动机车骑士 以中心最大风力达到每秒62公尺 登陆海南的摩羯台风 把家中的铁窗的住户窗户都吹得摇摇欲坠 部分住宅甚至整个窗户都被吹走 还有公寓大楼里一连多层紧邻街边的落地窗全都消失 室内一秒钟变成阳台 摩羯被形容是有记录以来登陆中国的最强秋台 对于海南的电力与通讯供应也带来严重影响 光是海南文昌市就有65%的供电线路中断 82.3%的基地台受损 全市更有2.5万多间房屋受损 经济损失粗估达到327亿人民币 大约1477亿台币 摩羯的中心之后还在广东诩文二次登陆 但造成的损害相对降低 总计摩羯台风的侵袭范围包括了海南广东广西三省 造成122.7万人不同程度受灾 部分民众获得紧急撤离与安置 也有受灾地区民众在当局协助下恢复市场交易 保障生活物资的供应 里面有菜有肉 馒头这些就是生活平常用的都有 摩羯如今已经成为了历史 但在中国与越南两地所带来的影响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提醒您赶快拿起手机 在我们的频道按下订阅跟分享 你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动力 或者如果您是用电视机收看的话 一样可以在手机上打开聊天室来跟我们做及时的互动 我们再来关心是美国的肯塔基州 75号洲际公路惊传了枪响 造成了9辆车被波及5个人受伤送医 而当局也提醒当地的民众 现在状况非常紧急 非必要的话千万不要外出 当地的学校也紧急关闭一天 警车鸣笛呼啸而过 市长急呼要求大众非必要别外出 美国肯塔基州75号洲际公路 当地时间周六下午惊传枪响 枪手还在逃让当地人心惶惶 车身轮胎留下明显弹痕 连车窗都被打破 这起公路枪击发生地点距离 肯塔基州伦敦市不远 案发当下至少有9辆车遭波及 5人受伤送医 枪手犯后逃离 警方找到枪手没下坐车 在车内搜出枪支 随即公布枪手照片市警大众 因为不排除他身上还有武器 目前已知枪手是一名32岁男子 坐车内藏有枪支 警方怀疑他计划性犯案 不过由于逃逸路线是茂密树林 增加搜捕难度 而为保护执法人员当局避免夜间搜索 入业后只能呼吁居民避免外出提高警觉 学校则决定关闭一天 在危机解除前不能掉以轻心 TVBN新闻综合报导 法国总统马克宏他明明应该要遵守法国的选举结果 但是却任命了别的联盟领袖 让街头出现了抗议人潮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从工会到高中生 从尼斯 马赛到巴黎 全法国30万人响应了150多场街头示威抗议活动 因为不满总统马克宏任命的新总理 是来自右派共和党的巴尼耶 尽管任命总理确实是法国总统的法定职权 但如今的结果 却是合法但完全背离民意 倾吓奥运前 马克宏在6月解散国会 政治豪赌下的第一轮国会选举 法国极右派国民联盟 拿下超过三成选票 当时左翼联盟与马克宏紧急谈判 策略性支持 第二轮投票 左翼联盟大胜 越居国会第一大党 可惜韦达绝对多数无法阻隔 但总理大卫选缺近两个月后 马克宏仿佛忘了大选时左派对他的支持 左翼联盟也推出自己的总理提名人 但都被马克宏否决 73岁的巴尼耶 尽管政治资历丰富 甚至任职欧盟 处理过棘手的英国脱欧问题 但此刻他代表了马克宏完全把人民当空气的选择 巴黎街头 高中生用直白的话语谴责马克宏 让人民投票头心酸的完全做白宫 巴黎街头还被翻出反同立场 1981年曾是投票反对同性恋合法化的 155名国会议员之一 尽管不是极右派 他的背景与争议点已经不讨左派民众欢喜 不过极右派国民联盟大佬马林勒庞 则对马克宏任命巴尼耶乐见其成 认为巴尼耶在面对移民问题上的立场 和极右派相近 现在已经充分了 有了一开始 现在的过头也不信任何极有任何人都想空气 电商设认为雷权联盟大佬 我认为某常 少年 鸣汉 agreements 额不必要 好几个 访命 因为他所忠口 於一些国家的一种 国家的国家的成绩 文联盟大余 尽管在欧洲议会选举中 极右翼崛起 但7月初法国国内的投票结果 千真万确是左派大胜 马克宏对总理的选择 仿佛嘲弄着在第二轮投票中 为他保住政权的左派选民 这次大选创下1981年以来 法国大选最高的投票率 如今化为对马克宏前所未有的怒火 法国新总理巴尼耶要成功组阁 甚至挺过左派政党的 不信任投票动议都有难度 30万人上街头要求马克宏辞职 民调数据也有呼应的结果 法国民调机构ELEP 9月6日最新的数据显示 74%受访法国民众认为 马克宏是轻看选举结果 55%的人则认为 他偷走了选举 多数民意认为马克宏正挑战着 法国的基本民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国际包裹夹藏着海洛营 警方针房车前后包夹 拦截这辆白色轿车 警察 就在堤防旁的道路 车上三名嫌犯都被压制在地 驾驶旅行男子就是主嫌 涉嫌利用国际包裹 从国外运毒回台 而且还设下层层断点 该运毒集团将那个毒品海洛营 特地加工包装成巧克力糖果 原来刑事局中打在今年4月 接获财政部官务署台北关通报 他们栏查到货物以食品名义 从马来西亚进口来台的可疑包裹 打开来查验 发现外包装是榴莲巧克力 但夹藏了136颗 一级毒品海洛营 另级组专案小组 包请南投地检署指挥侦办 但警方不只追包裹上的收件人 他们要等真正运输毒品的主嫌 警方发现收件者明明住在桃园 却搭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